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健康好簡單 每個人家中一定有 各式各樣的鞋子 在市面上琳瑯滿目的鞋子 我們到底要怎麼選呢 一般我們在室外會有室外鞋 室外鞋就有所謂的高跟鞋 靴子 梁鞋 布鞋等等的 各種各樣的 而且價格從幾百塊錢 到上萬塊錢都很多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選一雙 適合我們自己的鞋子呢 如果選錯鞋子的話 對於我們的足懷 對我們身體有什麼樣的影響 今天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歡迎今天的現場專家 歡迎 說到女人的鞋子 那可每一個人都多 好 女人有一種收集癖 而且收最多的就是鞋子 鞋子 你有幾雙鞋子 一定要夠多 因為搭配不同的場合 沒錯 不同的顏色 夏天 冬天 它各種款式都有不一樣 而且廠商一定要出這麼多 它才能夠銷售 所以女人買鞋有理 我的鞋子 有幾雙 三四十雙應該有吧 三四十雙啊 還好嗎 客氣對不對 好像還滿客氣的 對啊 你看是不是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我還可以再買 那你買最多款的是哪一種 高跟鞋 就是高跟鞋是不是 細根的 高跟鞋 細根的 這種的嗎 細根的 是的 因為你知道嗎 你穿得了喔 我的身高就哪恨天高 每一個女生可能都會有 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我們有很多很多的鞋子 到底好不好穿呢 對於女生來說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是配起來有沒有漂亮 比較重要 是 但是對於男生來說呢 他們到底選鞋是選什麼呢 請問一下我們的簡老師 通常鞋子我是以功能取向 剛剛說三四十雙 我相信你如果仔細點 大概不只三四十雙 我們家我太太算鞋子算多了 我算少 但我看到這個題目 我來回去算一下 我也十幾雙耶 你也有十幾雙耶 你看 上班鞋有三雙 因為總要替換嘛 是 然後運動鞋有三雙 那三雙的樣式都差不多嗎 都差不多 只是說要替換一下 那運動鞋有三雙 然後有室內鞋 有室外鞋 室外前院後院 還有休閒鞋還有涼鞋 所以算一雙 真的還有雨鞋 是 這個算一雙還是滿多的 所以十幾雙也算滿多的 所以這個鞋子 十幾雙 對 那你老婆有幾雙 你算了嗎 我就不敢去算了 不想算了 算了 不要問了 所以對於很多的女孩子來說 她如果只是為了好看美觀 像我們為了配衣服 為了不同的工作場合 有時候腳真的痛得要死 還是硬是要穿那一雙很高的高溫鞋 對 去把工作完成 是 其實對腳的傷害滿大的 最大的傷害是什麼 所以我說 女人選鞋像選老公 遷就她生苦 然後甩了她心痛 有道理 好跌接 那到底是選錯鞋會怎麼樣 通常比較多都是真的是 受苦 因為為什麼 很會痛 免錢硬穿 有很多會破皮 然後痠痛 到時候不只腳踝 痛到膝蓋 痛到腰部痛上來 對 這我就是深受喜害 但是大多數就是奧衛人 其實有時候是點綴一下 所以我們就先從這個 我們經常最多雙的這種 室外鞋 開始來談起 好 我們今天現場有準備了很多的鞋子 好像是我們製作單位的工作同仁 把自己家裡的鞋子貢獻出來 好 看起來沒什麼味道 看起來都還滿乾淨的 看起來本來就沒有味道 好 聞起來怎麼樣呢 我們請三位專家 我們都出列 我們來看看 各式各樣的鞋子 我們到底要怎麼選 怎麼挑 來 好 我們現場有很多的鞋子 室外鞋 我們準備了十幾雙 請問一下阿兒姐 如果你要跟姐妹套去逛街的話 你會選擇哪一雙室外鞋呢 分階段 年輕的時候 我很愛穿這樣可以搖曳身子的鞋 簡直是傷害自己的腳嘛 不怕 年輕為什麼會怕 頂多回去腳抬高 休息一夜就好了 又是一尾多的 可是你腳不會破皮啊 後來就會啦 就會從這個中間 大拇指的地方 太痛了 還有後面這個地方搖腳 是 然後呢 就覺得那個腳 腳趾頭已經被擠到 已經疊在一塊了 尤其是前面在施力 這個腳掌的地方痛死了 所以後來慢慢的我就想說 不要穿這麼高的鞋 但是高度還是要有啦 可是你看 這個施力點就不一樣了 就選像這樣子平的 厚的 厚的 然後這個施力點不同囉 你看這只有一個點 但是這是一片 是 然後我就發現比較省力 但是間接的 我還是覺得我的腰痠背痛 還是沒有繞過我 於是我就開始穿 一定還是要有高度囉 就像這樣子的鞋子 厚的 厚的 前高厚高 然後我會選裡面最好是有氣墊的 有氣墊的 公年鞋是不是 對 坦白講這雙有點醜啦 沒有那麼好看 我不會去挑這樣子 我會挑比較類似像涼鞋的 穿了就走 然後最好上面還有一個 布鈴布鈴的 就漂亮起來了 OK 好 所以阿二姐的重點 我聽出來了 就是要高 高 因為身高的關係 你怎麼知道 所以一定要高 可是這就是那麼困擾 所以你有任何一雙平底鞋嗎 室外的喔 室外平底鞋有嗎 這一雙我的 最平的 最平的還是有高度啊 大概五公分 幹嘛說出來 外觀看起來是平的啊 這是對我來講是最平的鞋子 OK 我幾乎沒有平的鞋子 幾乎沒有平的鞋子 我穿高跟鞋穿習慣了 我有一個很好合理的邏輯 就是我們穿習慣的高跟鞋 如果我穿平的 我會覺得走路整個人向後期 我快跌倒耶 是嗎 是不是 我有病人說在家裡 連肆內拖都要有高的 聰明啊 要不然他這樣一站就往後倒 一直覺得往後倒 我一直覺得我要往後會倒 真的是耶 好 所以阿姨這樣的選擇 朱醫師你覺得有什麼建議 如果你常常都穿高跟鞋 其實你跟鞋是會亂說的啦 跟鞋 請問跟鞋在什麼地方呢 跟鞋就是在這個後跟這個 阿基里斯鞋 阿基里斯鞋 對 這一根 這一根 這個地方OK 阿基里斯鞋 人其實還是應該是要 一個比較自然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家 平常還是要 有時候要偶爾要刺腳 然後要做一些拉筋的動作 四腳 所以你如果 拉筋 如果你如果穿這個 後跟高的鞋穿習慣 穿一段時間 因為你要做一個反向的拉筋 不然的話 你可能以後會有這個 前面的直痛 因為這個前面你的腳 這個底下 一直往前衝 對 會一直往前衝 衝久了以後這底下這個 這些會變有硬皮 大家可以摸汗 有些都會有長硬皮 而且這個前面的腳趾頭 會變爪狀 有 我的腳已經是 因為你要爪狀了 因為你要爪狀了 對 鞋子要抓不住 有點變形 有的人因為這個跟腱 因為亂縮太久了 就會變成竹底筋膜炎 就會跑出來 所以這些毛病會慢慢出來 所以我們在臨床上 就會看到很多病人 他們可能就是長期穿這個 也沒有做拉筋的運動 腳趾頭也沒有動一動 所以這個問題就很多了 所以我要拉筋就可以了 對不對 對 至少要拉筋 還是可以穿高的對不對 可以穿 可是你應該要做一些 反向的動作 對 才會比較好一點 是 好 穿著鞋子